山水画家多善于观察大自然 从中找寻灵感 转化为绘画艺术的养分 再透过内心的沉淀 描绘出心中理想境界 台湾特有的气候 与地貌 也容易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 其中被近代美术教育家 徐悲鸿誉为 五百年来一大千的张大千 所谓的苏花揽圣图 即是对台湾东部盛景的描绘 张大千 好大千居士 一生充满传奇 对于山水 花卉 人物侍女 林茅走兽等各种题材 均有涉猎 精通工笔 莫谷 青绿 白苗等各种绘画技法 并曾远赴敦煌 临摹壁画 晚年自创 晚年自创 泼墨 泼彩画法 突破传统科救 为近代绘画史上 备受推崇的艺术家 张大千 看下插红坡 潘空早险 更百余里 车行骑上 如鼠粘壁 如以覆蝶 令人不敢跳组 唯我国第一骑径 亦世界第一骑径也 画面上 以两段 奇险绝壁为主体 钟以浮云 水域相间 下方巨浪翻滚 并以连绵山洞 天际远山 寓意空间的延续 及山路之无尽 张大千 将搜花公路奇景 画为手中笔墨色彩 将他对大自然 地貌的崇敬 透过苏花揽圣图 完整地表达出来